我希望我们反核四五六 我们能够持续下去 然后靠我们的力量 我们能发挥更大 我们更能扩大这个运动 然后让世界成为一个零和的世界 我可以告诉你们 现在全世界都现在看着我们 这个反核四五六的这个运动 どうか皆さんの運动が成功することを 祈りして私の話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然后我祈祷我们反核四五六 能够继续成功的做下去 谢谢 OK OK 谢谢 谢谢 来 请大家给从 我觉得反核是世界公平的责任 非常感谢 OK 好 来 最后宏美要一类把 大家讲下一分钟 那个 没有 其实我不是要翻译 是我 其实五月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有反核四五六 然后他一听 他也不问我说 你们这个是规模大还是小 他到底还是前总理 可是他完全不在意 他一听说是要跟市民在一起 他马上就答应我说要来 当时我也问他说 你想要在国会演讲呢 还是跟市民在一起 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做市民运动出身的人 他马上就说他要跟市民在一起 然后我真的很高兴 其实我没想到这么多人会来 我真的好感动 我觉得这次我邀他来 其实我真的 我最想是我得到最大的回报的一个 谢谢 然后我还要再澄清一下 今天我们去台电 我们刚才已经接受采访了 我们今天去台电 因为我们接下来马上有一个行程 所以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对记者朋友非常抱歉 我们那时候没有办法接受任何的采访 然后其实他那时候他心里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觉得不舒服 因为他自己也是过来人 这种场合常常会被利用 因为他说开记者会一定要双方开 如果台电有讲的话 他这边也应该讲 可是问题是他一出来的时候 他马上上车就走了 他没有时间对记者发表他的感想 然后呢 竟然我回来 我到饭店六点多的时候 我接到那个电话 我真的很错愕 我刚才有讲过 台电是国营 国营企业欧北共 这是国池 我都拍摄给他共 所以台电共同的事情 你说东电 因为他自己也吃过东电的苦头 他那时候说 因为东电污赖他说 他那时候因为没有水的时候 他们要灌海水 是他说叫他们不要灌海水 他绝对没有说 可是传出来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他非常清楚 如果记者会只有一方在讲的话 另一方没有讲的话 他绝对吃亏 因为很容易被利用 结果不出他所料 不过他已经当过14次的众议员 他是司空见惯了 不过如果他这次被误会的话 他没有来台湾的意义 我没有请他来台湾来讲这些话 他非常清楚 所以他才今天上台表明他一切反核的 坚决反核的这个精神告诉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